8月28号由国务院侨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马德里华驻中心承办的国侨办中医关怀团中医养生讲座和现场议诊活动在马德里伍塞拉区举行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参赞朱健代表大使馆对国侨办中医关怀团来西班牙表示欢迎 感谢祖国对西班牙华侨华人以及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关心 同时他感谢马德里华驻中心长青俱乐部等协会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侨胞们掌握一定的医疗保健知识 希望这些最基础的知识能让每一位侨胞的生活更加精致 讲座开始前国侨办中医关怀团庄园院处长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毛峰 西班牙长青俱乐部会长徐宋林先后致辞 他们祝愿此次活动能取得圆满成功 随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副院长徐凤琴医生给在座的数十位侨胞 就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讲座 下午三点国侨办中医关怀团的六位名医 在长青俱乐部举行疫诊活动 为侨胞们免费送医 专家们开设了骨科 腹科 心血管病科 皮肤科等多个科目 并一一为侨胞们把脉诊断 据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毛峰介绍 西班牙侨界已经经历了三四十年 第一代侨胞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所以他们需要加钱的是衍生保健这些知识 这些常识 那么我觉得国侨办中医关怀团这一次 第一次来到我们西班牙侨界 就是认准了这个时机 那么他会就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旅行侨胞 对健康的这个重视 据了解8月29号 六位来自北京的专家教授 还在仓库区为吕西华侨华人进行讲座和议诊 欧浪新闻记者报道 对健康的重视